焦,那个人随便要用 成有些东西说了 县倒的文化 说代的诡一是 到药焚晃的音乐 第三章 十六节开始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 药焚晃第3章十六节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外光倒外黑暗 定他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大家好 也非常感恩可以今次来到UV里分享性的说话 我是Marcus 我是一个台湾人 长大的时候都是说过语长大的 就是17年的时候 神开始被我一个辅助服侍广东话的群体 从那一年开始 神就开始训练我怎样说广东话 到现在应该都有两年的时间了 其实与其话是我服侍说广东话的群体 其实我都觉得是这个群体的人是栽培我 帮助我的 因为在我生命有难关的时候 都是神差派讲广东话的人来帮助我的 就是我16年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很软弱的 在这个陌生的大环境里面 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描述的人 但是都是因为这些经验 让我明白到性是很大很伟大的 神是非常有外的 我在美国的独乘学院 已经读了三年的时间了 神经常猜牌一些说广东话的长者 帮着我走这条博士神的道路 在我听这些长者分享他们疑问的故事的时候 我都发现到其实很多人都经历到相同的孤单 相同的挣扎 好像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个人生的阶段 就是要面对一个选择 到底是要奉弃回到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要留在美国 然后生活下去 我相信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基督徒 他在生命里面都可以尽到耶稣的荣耀 每次听完弟兄姐妹分享的见证之后 我都去思想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神要爱我们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神爱我们之后 我们要如何回应他 希望今天在分享完神的说话之后 可以回答到这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有读到经文里面 有限提到神差牌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 不是要顶死人的罪 是要使死人因他 耶稣基督 使我们可以得到救恩 有限说 信他的人 就可以不会被定罪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可以被神爱 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 都是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为在第十八节后 有限是公道不信的人 已经被定罪了 譬如我的爷爷或者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他们没有信主的话 他们已经被定罪了 他们是不需要等到耶稣 回来世界那天 才会被定罪 他们现在就已经被定罪了 这番说话 其实对犹太人 是一个更大的冲结 因为他们信了主 几千年的时间 但又行到这一下 才对他们说 你们是没有得到救恩 因为你们是没有信主的 一直以来 犹太人也有一个思想 就是说他们是一个被神感选的民族 他们一直以为 救恩已经到他们之间了 但又行在这里 是直接挑战他们信仰的学生 又行跟他们说 救恩还没有到你不中间 但是审判已经能到你不中间了 几千年的信仰到这一下 犹太人才知道自己信的不完整 几千年的信仰到这一下 才知道自己完全不知道信不在说什么 就好像有很多人在美国居住很多年的时间 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明白到美国的旅法 但是很多人出去美国旅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最近有很多的案例 他们出去旅行之后就回不了美国了 之前有一个Moody的诚学生 他是回到大陆 谈论他的家人 但是当他想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就回不了你 美国政府是有绝对的华语群 是决定哪个可以回到你 哪个不可以 美国政府是说了事的 所以同样的意思 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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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是对犹太人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他们信了主几千年 但是这一下 他们是得不到救音的 所以犹太人可能感觉 有没有搞错犹太人 犹太人为何说这句话 为何怀邦人可以信了主 可以得到救音 但为何我们不行 他们是非常不开心的 犹太人是否搞错犹太人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是犹太人的话 我们是怎样想 我们是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跟着读下去 如果我们用圣盘的救度来看 读第十八节和第十六节的经文 应该是找到一个很稠奇的地方 因为就是第十六节 是讲神的爱 神对死人的爱 但是在第十八节 是讲到神与审判那些微信的人 这样好像有点点古怪 因为好像神的审判里面是没有爱的 这样是否有些不对 我们可以再读多一次这两节的经文 神爱死人甚至将他读一的儿子 此刻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自灭亡 返得永生 第十八节后面讲到 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 原来这两节经文 其实有对比的关系 神爱死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多好 神爱的死人 就是神爱的死人 在信了主之前就已经被定罪了 意思就是神爱的死人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神的爱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所做的事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不需要努力引导神的爱 不需要特意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去引导神的灵敏 或者是我们的救恩 神会拯救我们是因为 他给我们恩典 是因为他自己的特性 他给我们无调变的爱 在我学习广东话的时候 经常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说snow的广东话 因为在台湾我是见不到snow的 所以每次见到snow的时候 就很开心很开心的 有几次我见到snow的时候 就很开心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外面有六大雪了 大家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什么是六大雪 我看到他的眼神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都明白到 其实是我自己说错了 我是说六大雪 不是说六大雪 所以我自己回家想象的时候 都觉得是很恐怖的 六大雪 整滩雪 在地上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们因为一个字 就明白不到我到底想说什么 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我之前在一个教会里面 有一个牧师是要分享 我们要打开心给神 神想认识我们 但是因为我分不了 认识的色和食 吃 这个字的分辟 所以我一直在教会里面 一直思想 为何我顺着基督教后 神要吃我 想吃我 所以我觉得很古怪 原来神是想认识我们的 不是想吃我 所以都是同样的意思 犹太人 他们信了主几千年的时间 但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神到底是说什么 所以肉行都很明白到这个道理 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恩典的话 所有的死人都会在黑暗之中被定罪 所以肉行在第十九字里面解释 为什么人会被定罪 为什么犹太人都会被定罪 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九到第21 光利到时间 四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我的 不爱光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第21节 犯着我的病行光 病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第21节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如显明他所行的是求神而行 肉行一开始解释的时候 就说到光来到时间 肉行说的光到底是什么光 我们教会里面的光 可不可以拯救我们 或者是电灯阵里面的光 可不可以拯救我们 如果我们要明白到肉行到底是什么光 我们就要读回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十节 有一个人是从神哪里猜来的 命叫肉行 这人来为予作见证 为予为光作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 哪是以为光作见证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起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自作他做的 世界却并不认识他 所以肉行在这里是想挑战 犹太人的信仰学生 想挑战他们可不可以 看完圣经历史的 圣经历史 因为在教育里面的一切记录 都是指向一个终极的问题 就是 谁是利财雅 谁是救世主 肉行在这篇经文里面说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利财雅 就是世界的真光 世界就是耶稣基督的重造 犹太人希望以色列人可以明白到这个道理 同样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都去思想一下 我们是信不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光 我们是生命里面的教主 明白到这个道理之后 问题就来了 我们信这个真光到底有什么用呢 要明白到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就要再退一步 看神本福音书写书的目的 我们再读下第20章第30节到第31节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没有在这书上 但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时基督 是神的义址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明得生命 在我们学校圈子里面 大家都一直不同 这两段经文就是成本有限福音的写书的目的 这21节里面有一个字 是在我们学校里面有特别的讨论的 就是这个信字 因为文化的关系 这个信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一个是你们因此可以信 或者是第二个 你们可以认足你们的信心 You may continue in faith 所以我自己觉得第二个意思是比较对的 因为神本福音书 是要挑战犹太人的信仰学生 是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救恩 在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之后 之后要做什么 是否信了主之后 就完全做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我们再读回第三章 第20节到21节 凡作我的并恨光 并不赖走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赖走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求神而行 在很多翻译本里 第二章节后 翻译是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在原文或者英文的ESV里 责备的翻译其实有其他意思 可能可以翻译成暴露或结伐 暴露或结伐 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 意思就是说光可以结伐到我们的罪 就好像如果我们愈求感光 神就可以用光暴露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愈求感光 我们的行为就会被警察 被光的结伐出来 如果作恶的人 就会感到羞恥 就好像有些政治家 他们做些不对的事情 但这些不好的事情 一上新闻就会见光死了 所以他们的工 他们的工可能就因此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见光的 有没有些东西是一见光之后 所以我们都觉得是很羞恥的 当我们读这篇经文的时候 如果与第20节和第21节这两段经文 与一起读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一个很出奇的事情 有些古古怪怪的事情 有些东西是拿作恶的和行真理 这两件事来做对比 他不是拿作恶的和作善事来做对比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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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限很希望犹太人可以明白到 耶稣基督的救度不是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人 因为基督教不是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人 当然不是教你如何做坏人 基督教要教我们的事情就是 我们是罪人,这个事实 我们是自己拯救不了自己的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荣 耶稣基督有没有教我们如何做好人 或者耶稣基督教我们如何行真理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人反对他 当你读福音书最后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以罪犯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是一个社会认可的好人 所以约翰用恶事和恒真理这两件事做对比 就是因为上犹太人和我们表达过 恒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是得不到拍掌的 不像做善事的时候 可以有人为你欢呼,为你拍掌,为你开心 要是想表达的就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要行真理,不是要做善事 因为有时候不会有人跟你拍掌 行真理的意思就是要和父神的旨意一起行 在沉浮着我登牧师之前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飞机师 我第一次接触广东话 就是因为看一部片 TVB拍过一部旗集 叫《冲上云书》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都是因为这个旗集 《冲上云书》 由我开始喜欢广东话 在我大学的时候 在成都都安排了很多人 进来到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很喜欢看TVB的旗集 还有成都安排 甚至乎我的宫友们都说广东话 所以我对广东话非常喜欢广东话 我对香港也有很好的好感 但是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旗集 都有一些高低起闊 如果有高低起闊 如果有高低起闊 这个旗集才会好看 所以我的故事也是一样的 就是一年前 我自己从台湾 从台湾 搭飞机 自己去到香港 去到香港大学的一个研讨会 我永远记得有一晚 我自己去到香港的 在微敦道附近的一间大家乐的餐厅 我永远记得 那晚我拿到自己的餐之后 我发现自己是没有给我的筷子的 所以我自己会拿到自己的地方 和那个侍应拿一双筷子 但是那时候我和那个侍应说过语 当我和他一说过语之后 他就非常不开心 他就拿了一双筷子 去订我 去刁我 所以他就觉得 我非常不开心 因为现在真的非常无理由 所以那件事之后 我就和我自己说 不想在香港说过语了 我就不再说过语了 但是三年之前 神就开始翻转我对香港的看法 因为我初初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义 所以神就猜牌 之前去了香港 侍奉的一个家庭帮着我 就是Brian和Rebecca 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他们煮送给我 带我出去行街 鼓励我 Brian煮的东西真的非常好吃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真的可以试一下 Rebecca也非常鼓励我 她很有智慧 她经常鼓励我 如何坚持到司封神 就是他们被graduate之后 成立到很纯实的 猜牌第二队 另外一个家庭 帮着我来追随神 那个家庭就是 几个月之前 有来到UV分享 神经翻译的李余华先生 我想有些人都应该记得他 都是因为李余华先生 还有Brian和Rebecca 我对香港很有负担 想服侍广东话的群体 甚至之后我回到台湾 我可能都会在台湾的教会里面 成立一个广东堂 来侍奉说广东话的人 或者是从香港移民过来的香港人 但是在学习广东话的时候 都不是一直都很顺利的 我学习广东话的时候 都心情都有一点起伏 因为释放广东话 广东话不是我自己的 Margaretta 和自己的语言 有时候释放广东话的群体的时候 我都忘记了为什么我要释放神 我忘记了自己是因为想为神给我的爱 所以才想释放广东话的群体 我很经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恒征 想释放神 或者是想证明自己 因为我的广东话不好 很经常被其他人说 或者是有些人说些不合听的话 所以每次经历到这些事情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以被其他人说 我一定要学到广东话 我一定要学到 但是每一次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神就提醒我 愿我读福音书 去看读耶稣基督的生平 是愿我明白到 基督徒是要跟耶稣基督一样 追随神 不是要证明自己的 耶稣基督生平的故事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事实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鼓励 因为祂是用祂自己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的罪 祂是爱我们这群罪人 昨晚我收到一通电话 我爸爸打电话给我 说我的爷爷行道生命的终点 我和他的家人 一直以来都想把我最好的机会 传福音给他 我都很希望我的爷爷 可以在最好的一下子 可以顺主 可以上天堂 什么叫顺主 什么叫永生 这两个问题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一直转 因为我真的希望我的爷爷可以顺主 如果我爷爷信了主的话 就是昨晚他最后一次讨气之后 他就可以上天堂 甚至会带他上天堂 但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 就是他最后一次讨气之后 甚至会带他到天堂以坏的地方 因为他没有信主 他就是一个罪人 我听说 我们都不知道爷爷到最后 没有信主 但是我的家人 未信家人最后 是决定要用一个佛教的方法 我一直希望爷爷的救恩 不是单单是传福恩 给我爷爷的责任 不是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身上 或者是我家里有信主的人身上 因为我一直希望神会掌权 可以亲自传福恩 给我的爷爷 因为我真的希望爷爷可以顺主 可以上天堂 见我的奶奶 如果我相信死亡之后 还有生命 还有天堂 那么我更要明白到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事实 那么我们更要遵守 耶稣基督的救度 圣爱四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自灭亡 奋得本身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要行真理 要跟随父神的旨意 我们要传福恩 给家人 而传福恩 给那些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人 因为甚至 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 就爱我们 指教我们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的心中 有没有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群体 是你一直以来都知道 你传福恩给他们的 但是你都明白到 跟他们传福恩 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都知道 跟他们传福恩 是得不到匹奖的 但是我想鼓励你 希望你可以因耶稣基督 整救你的事实 去传福恩 特别是传给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 是因为你的罪而死的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无脱禁的爱 给了我们的恩典 所以可以让我们侍奉他 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希望大家都可以思想一下 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个人 是希望神给我们传福恩的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 亲爱的神 我们感谢你 祈祷你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很感恩 你可以让我们进入永生 很多时候 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难关 但是你都顺着 帮助我们行生命的道路 都请你给我们勇气 指智慧 可以服侍你 侍奉你 让我们可以 请你打开我们眼睛 见到你的荣誉 让我们可以传福恩 给那些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人 在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 都可以有这个盼望 可以见到永生 见到你的荣誉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 希望你可以带我们去行真理的道路 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命祈求 Amen